大家好,我是乐乐妈 今天跟大家分享制制萝卜干的做法 嘎嘣脆,超级好吃,又下饭 做法非常简单 下面我们一起看看制作方法吧 今早买菜看到萝卜既水嫩又便宜 这么好的萝卜才八毛钱一斤 于是决定今天做家人都爱吃的萝卜干了 先把萝卜的头位切掉不要 然后把萝卜放入大盆里面 把萝卜简单的清洗一下 老花说秋冬的萝卜晒人生 除了好吃之外,营养价值也很高 所以在这个季节,无论有钱没钱 萝卜一定要多吃一些 加入多一些的清水 把萝卜一个个的把外皮全部刷干净 萝卜是一定要保留的 它可是萝卜干净脆不是嚼劲的关键 萝卜不削皮 刷干之后就更有嚼劲,口感好 咬不好的朋友就可以削一下皮 洗干净,再切成4-5厘米的小段 下面把萝卜竖起来,切成7毫米左右的厚片 然后再切成均等的格子状 这样就切出了均匀的萝卜条了 我们也可以将萝卜切成大块一点的萝卜丁 当然,有些朋友为了晾晒方便 也会选择切成像梳子的形状 这都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 但是注意不要切得太大,也不要切得太细了 太细一晒就没了 萝卜干也许你在外面买过 味道还不错 但添加剂太多 经常吃不利于健康 切好的萝卜装入大一点的盆中 接下来往里边加入20克左右的食盐 下手把萝卜装揉几分钟 使每一根萝卜条都均匀的裹上食盐 这样可以更快的试出萝卜条中的水分 萝卜晒后是缩小的 即便看着现在我满满的一大盆 其实晒出来差不多也就一贯的量 所以如果您比较爱吃 那就多做一些 现在先放在一边腌制30分钟 好了,时间到了 腌制好的萝卜条捏起来软软的 萝卜条腌制成什么样的程度算好呢 就像这样 把萝卜丝胡乱折 怎么折都不断 柔软又不是韧性的程度就很好 而且已经释出了大量的水分了 我们把萝卜丝放入纱布中 挤一挤水分 放入纱布中比较方便 可以挤得更干 这一步千万不要嫌麻烦 一定要挤压干净水分 萝卜吃起来才更脆 同样也能去掉萝卜的辛辣味 腌制萝卜干是一定要避油的 整个操作过程中的器具不能有一点油 否则萝卜干容易没变 这样做的萝卜干保存好是可以存放一年半载的 准备一个搏机或者是板子 把挤干水分的萝卜条放在上面 均匀的铺开 尽量不要重叠在一起 放在阳光下晾晒两至三天的时间 中途记得要多翻面 萝卜干想要好吃 晾晒这个过程就很重要 为什么很多朋友腌出来的萝卜不爽脆 就是心急这一步没有做好 晒三天后 萝卜失去了大量的水分 明显的收缩卷曲 捏起来也特别硬实 就差不多了 萝卜干不能晒太干 不然口感非常硬 也难吃 接下来把萝卜干放入大盆中 往里面加入凉白开 可以没过萝卜干就可以 萝卜干在晾晒的过程中 难免都会有一些灰尘 这一步的目的就是把萝卜干清洗干净 继续两手用力挤干水分 然后再次放到烧机上面平铺开 晾干萝卜干表面的水分 制作视频不易 您的每一个留言和每一个点赞 关注都是我前进的动力 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有帮助的话 请您给我点个赞吧 感谢您的支持 萝卜干晾晒至没有潮气 摸起来非常干爽就可以 倒入大碗中 这手网里边加入一勺量的出辣椒面 再加入两勺量的吸辣椒面 根据自己家能够接受的程度来加辣椒 现在用双手实际的抓揉 使萝卜丝入味 大约需要抓揉两到三分钟 直到把萝卜干揉搓成这样红通通的就好了 这时就可以开始调味了 加入少许炒香的干芝麻 先尝一尝咸淡 不够了再往里边加入适量的食盐 然后少许的花椒粉 吃起来麻辣咸香才够味 再次下手抓拌开 使萝卜丝充分的入味 这样就可以了 看起来就非常的有食欲 这边准备一个干净无水无油的玻璃罐 也可以用陶瓷罐都行 我们把萝卜干装进罐子里 罐子可以提前用白酒消毒 然后倒扣在阳光下面晒干罐子里边的水分 这样装萝卜干可以保存长达一年的时间 七八斤的萝卜就做成这样的一罐 不过也够我家吃一两个月了 现在盖上盖子密封起来 等萝卜干充分的入味 大概三天后就可以吃啦 萝卜干是左餐佳品 无论什么饭都能搭配 越嚼越香 知道萝卜干是我家每年必备的小菜了 看起来外表朴实无华 去种时第一个光盘 不管是早餐 午餐 晚餐 嘎嘣脆的萝卜干一定少不了了 清脆又劲道 开胃还减腻 也不用担心季节 冬至了也能做 两三天就可以吃 健康营养还简单 关键是没有一点添加剂 像早晨起床不爱做太麻烦的菜 从腌咸菜的坛子里面取出这样的一叠萝卜干 用来下周 清脆可口很时下饭 再或者就这刚刚烙手的饼 吃两口饼一口咸菜 吃着也是美美的 喜欢的朋友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每天都会分享不同的美食视频 记得关注我哟 感谢您的支持 我是罗罗妈 我们下个视频见 感谢您的支持